近日,胡可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家四口全家福,为小鱼儿庆生 推问称小鱼儿生日快乐,撮片中小鱼儿大口吃面的样子好可爱 沙翼、胡可和安吉还一起亲吻小兽心 该状态引起网友热议,有网友表示一家四口好幸福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东北送中鸡胖了该减减了 据悉,当年沙翼带着安吉录制某亲子综医的时候 安吉凭借董事的性格以及帅气的小脸收获了很多粉丝 当时安吉还被称为东北送中鸡 只是后来安吉慢慢长大,身材开始长胖 小脸蛋也失去了小时候那种送中鸡的感觉 被网友吐槽是沙翼化了 不仅是安吉,沙翼的二儿子小鱼儿也胖了不少 就连亲妈胡可都忍不住吐槽 胡可曾经在社交平台上晒过一张照片 照片中小鱼儿躺在快递箱里 胡可配文称,你说这个快递寄出去会不会超重 尽管网友们纷纷催促安吉减肥 让当年那个瓜子脸的东北送中鸡回来 但也有许多人表示孩子在发育阶段胖了也很可爱 无论身材怎么样,健康才是最重要的